今日是父親節 限聚令放寬下 不少市民一家人去酒樓飲茶慶祝 有酒樓更加說 今年的客人交往年更要多 在泰展這間酒樓 坐滿一家大小 飲茶、食點心慶祝父親節 父親節快樂 謝謝 有沒有準備了甚麼給爸爸 在家準備 我在家回家做個領胎給爸爸 疫情緩和 政府放寬限聚令 食肆每台人數不設限制 市民說都比較放心 今日特別開心一點 父親節不用那麼擔心 又限聚令又坐多少人 今日多坐幾個人都可以 之前有疫情關係 小朋友太小 所以在家活動 現在可以比較放心一點 有酒樓經理說 市民仍然未能出門旅行 今年的父親節人客比往年更多 往年的母親節一定比父親節 有30%至40% 今年入座率 母親節和父親節比較 是相約的 會多了少少人 會多了5%左右 因為今年人去旅行是少了 每個都是香港消費的 酒樓又因應經濟情況 調低了萬事定價 大約八成桌已經被人預訂了 無線電視記者 李由坤報導 我會不會聽到你 我會不可以回身 好 我會不會聽到你